和威力一起看时间 大家好 2022年底 乌克兰谢佩迪夫卡市博物馆前的广场上 一座纪念碑正在被拆除 随之清除的是整个乌克兰的极权主义遗产 大家对这座纪念碑所纪念的人物一定不陌生 它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有多少中国人曾经被这本书洗脑过呢 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印刷了57次 发行250多万册 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 连习近平都说 他年轻时多次读过这本书 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乌克兰人 他在赤色宣传的蛊惑下 15岁加入了苏维埃红军骑兵团 征讨乌克兰民族独立运动 最终导致乌克兰被病入苏联 他在书中说 钢铁这本书是 他关于自己生平的真实写照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本洗脑经典是如何欺骗世人的 作者在书中 是这样描述他的家乡 谢佩迪弗卡 乌克兰夏天的夜晚是可爱的 像谢佩迪弗卡这样的 乌克兰的小镇 它的中心是市区 四郊是乡村 一到夏天宁静的傍晚 年轻的人们都跑到外面来 那些姑娘们小伙子们 成群结伙的 双双对对的 有的坐在自己家的台阶旁边 有的坐在花园和庭院里 有的就在大街上 坐在建房子用的木料堆上 笑声和歌声一直不停 颤抖的空气 充溢着浓郁的花香 星星就像萤火虫 在天空的深处微微地闪 人生传得很远很远 在这样美丽宁静的夜晚 保尔科查经和初恋情人 东尼亚在一起 是很多人想起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时候 脑海中浮现的场景 确实不管官方如何宣传 保尔科查经的成长道路 要求人们做一个 共产主义的钢铁战士 读者还是常常会忘记 革命的豪言壮语 只记得东尼亚 那个美丽的小姑娘 因为那是这本书中 唯一展现人类 最纯净感情的部分 是不需要革命导师 来指导的 但是最令读者心碎的是 保尔和东尼亚 分手的理由 竟然是他要被淬炼成钢 不含一点杂志的 革命战士的身份 以及被官方认为的 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书中并没有说明的是 保尔投身的革命 正是苏俄的输出革命 以夺取乌克兰人 和其他民族的独立 1918年 苏俄部队缤纷三路 进攻乌克兰首都基辅 并在城内组织暴动 以乌克兰民族英雄 西蒙·彼得·刘拉为首的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队 为了维持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 开始了与苏维埃红军和白军 长达近三年的抗战 但是在钢铁一书中 彼得·刘拉被描写成一个 无恶不作的匪徒 这正是乌克兰人 所无法接受的 1922年 彼得·刘拉在抗俄战争失败以后 流亡到欧洲 1926年的5月25号 他在法国巴黎被暗杀身亡 彼得·刘拉虽然失败了 但是他撰写了大量 有关乌克兰民族受到压迫的文章 极大的唤醒了乌克兰人的民族意识 留下了乌克兰民族独立的种子 彼得·刘拉的铜像 今天被树立在乌克兰的街头 成为乌克兰人民心中的民族英雄 除了对乌克兰输出革命 钢铁中也美化了 对波兰等国的输出革命 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 红军几乎已经打到华沙城下 只是因为远离后方基地 得不到人力和物力的补充 没有能够破波军的最后防线 就撤了回来 波兰人把红军的这次撤退 叫做维斯瓦和尚的奇迹 这样一来 地主老爷的白色波兰又存在下来了 建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 暂时没有能够实现 到处是血迹的国家 需要休息一下 而且书中在美化苏埃政权的同时 并没有对当时真实的时代背景 做客观细致的描述 从1918年到作者完成钢铁写作的1933年间 苏俄和乌克兰发生了几次大饥荒 而乌克兰的饥荒都与苏俄脱不了干系 1918年苏维埃政府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实行粮食垄断 强制征收农民的粮食 禁止粮食自由买卖 法令规定 除田地所必须留下的种子 以及到下次收获前所必须的口粮之外 任何家庭都不许留下任何多余的粮食 否则就是人民的敌人 苏俄政府派出一支支携带武器的征粮队 常常把农民的种子和口粮都强心的收走 不配合的都给镇压和惩处了 奴民为了抗疫强制征粮 大幅度减少播种面积 当遇到大旱灾 粮田绝收的时候 在苏俄造成了大饥荒 1918年到1920年 彼得格勒失去了75%的人口 莫斯科减少了50%的人口 全额大约300万人到1000万人饿死 大饥荒也席卷了乌克兰 乌克兰人在灾荒年所经受的粮食被剥夺 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与苏俄没有两样 列宁死后 斯大林实施了更加残酷的斗争策略 在农村藏有余粮的农民成为重点打击对象 1924年 苏联又逢大旱 11%的粮田绝收 乌克兰成为苏联的大粮仓 1926年 乌克兰农村开始出现灾情 一直延续到1928年 粮荒遍及乌克兰全境 在乌克兰粮荒的情况下 苏联政府却加速了武装蒸粮的进程 1932年 当作者洞笔写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候 他的家乡正在发生大饥荒 根据2002年 乌克兰政府解密的 1000多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 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 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 出现的大灾难 是人为的 故意针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 大约有240万到750万乌克兰人死亡 关于尼古拉的平身 很多相互矛盾的事实 被逐步的披露出来 首先 尼古拉 他并非穷苦出生 也根本都谈不上无产阶级 他的父亲参加过巴尔干战争 以事关身份退役 并被授予了两枚乔治十字勋章 尼古拉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 来自捷克移民家庭 和丈夫生了六个孩子 其中两个夭折 她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 懂得六国语言 还会写诗 尼古拉从母亲那里 继承了迷人的外表和黑眼睛 据她的出生地的长辈说 她家在村子里 有一家客栈和一家茶馆 但是她的父亲是一名赌徒 输了一大笔钱 离家出走了 家中因此失去了生活来源 1912年 她的母亲带着孩子们搬到亲戚家 后来又搬到了谢佩迪弗卡 1904年出生的尼古拉在自传中记录 她1922年之前都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 1923年才加入共青团 更加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战斗 而书中的保尔科查金出生穷苦 当过斯卢宫 在各个影响下参加革命 入团 入党 参加红军 在战场上受重伤 复原以后参加过砌卡工作 担任地区共青团的领导 由于劳累过度和旧伤复发 全身瘫痪 双目失明 又以惊人的毅力在病榻上进行创作 书中描写与瘫痪的她 共同度过最后岁月的达亚 在现实生活中 却是结婚后没几年就离开了她 后来嫁给了她的哥哥 真正照顾她的是她的姐姐 她的外甥女 加琳娜·奥斯特洛夫斯卡亚回忆说 尼古拉曾经受过法庭的审判 在内战年代 她曾经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 也反对肃反运动 那些曾经与她并肩杀敌 交情深厚的战友 很多都没有逃过被逮捕和枪毙的厄运 这对于原本体弱多病的她 是沉重的打击 加琳娜回忆说 自己的母亲多次提到 尼古拉在朋友面前经常说 我们所建立的 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但钢铁书中传递的 却是其对苏贡的无比忠诚 加琳娜还曾经说 如果尼古拉不是在1936年去世 稍后一些时间 就会有人帮助她离开人世 说明当时苏贡内部 已经有人要对她下手了 我们可以发现 尼古拉创作钢铁一书前后 经过了多次的修改 大概已经完全不是她的原意了 1930年 尼古拉开始创作钢铁一书 1933年完成 当时尼古拉在出稿中坚称 完全是写自己的生平 但几次都被退了回来 后来投到青年静卫军出版社 编辑部认为 其中的素材有用 于是派人与她合作 合作出版后的作品 大概已经不是尼古拉的故事了 于是为了消除误解 她在《我的创作经过》一文中 特别声明 这是小说 不是传记 这不是共青团圆 奥斯托洛夫斯基传 我的小说 首先便是艺术作品 其中我运用了想象的权利 在小说的基础上 放了不少实际材料 令人费解的是 在《奥斯托洛夫斯基》两卷集中 却出现了这样的说法 我在这本书里所讲的 完全是自己的生平 书中对真实性所抱的态度 是严肃的 前后矛盾的说法 让我们不得不猜测 尼古拉是违背了自己的原意 按照《共产主义的需要》 修改了这本书 不可否认的是 这本书在共产主义世界 引起了巨大反响 也给尼古拉带来了巨大的名利 他向有人透露 在大饥荒期间 他被列入了特供和内部食堂名单 1932年 尼古拉成为 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成员 1934年成为 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 1935年10月1号 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 当他再接再厉准备完成 另外一部美化苏联红军 烧杀抢掠行为的小说 《大雷雨》的时候 他的人生走到了尽头 在尼古拉离世前几个月 吕苏的法国作家 继德去看望他 尼古拉不让他离开 继德在《苏联归来》中写道 当我要和他道别时 他连忙从床上抬起头来 急切地说着什么 我不得不走近他 亲切地和他说话 如是很多次 我们才得以道别 继德没有透露 尼古拉跟他说了什么 或许他已经知道 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或许他想要表达 他内心的苦闷 就像他曾经说过的 我们所建立的 与我们为之奋斗的 完全两样 他在书中曾信誓旦旦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在临死的时候 他就能够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经历 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或许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些谎言 将毒害多少生命 又将在其死后 为他带来多少的罪业 他短暂的一生 充满痛苦和折磨 他死后更是要因造下无边的罪业 而受苦 可悲可叹 奥斯特洛夫斯基于1936年12月22号逝世 得年32岁 其第二本描写巫苏战争的小说 大雷雨 被迫终止 好 今天的历史故事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